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 做一个产品开箱这个什么爱的这个是一个小米的 就那个红米K30 我自己呢就有一台这个K20 Pro 这K20 Pro其实就 用了一段时间觉得蛮好的 那个屏幕不错我就打算买个K30 给我妈用一下这个价格也比较便宜 好我先看一下啊 看一下什么样效果 K30 是在我是在苏宁买的 还送个流量卡 说实话那个苏宁送货还蛮快的 苏宁送货 好看一下这个外包装 样子是这样的 我买的是这个 8G的 256 的储存空间的 好不错 看一下还有什么 没有 好拿开这个包装 开一下 有没有 好拿开 这里有这个包装 那是这个包装 我觉得这个包装 这个包装 我们在这首包装 要经压一下 那是这个包装 那是这个包装 就是不错 所以我的包装 对比一下样子 这个是那个背面我拿那个k20pro出来对比一下 这个k30要大一点 k20pro是全面屏来的 然后这个k30好像不是吧 好像不是全面屏 对他有有两个摄像头在前面 看样子还行啊 开机看看 还能开有电 看一下里面的那个充电器 嗯 这充电器质量不错 和之前那个k20那个 一样 这系统是小米的那个 11的那个系统 啊我发现这个 手机呢他有一个新的特点了他的那个 指纹识别是放在 旁边的 就挺特别的 平时都在屏幕 前面对吧 他这个指纹识别在旁边 看一下 挺好 就你拿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样 开机可能就会比较方便的 再补充一下 这变换角度 不过认起来呢就比传统那个 就你输入的时候要慢一点 嗯 他录入重工 这个界面有一些新的功能 我看他预装了一些什么 预装了高德地图快手 感觉是蛮快的啊 这反应 这屏幕感觉也不错 这屏幕感觉也不错 听说他拍照的那个模式 好像是不是还有什么新功能 你看 他有个vlog的这个 什么 语音字幕 我试一下 大家好 今天呢我来给大家 讲一个视频 这个不错还真的有字幕的 非常牛 非常牛 他这个vlog这个语音字幕 有没有讲 能不能设置是什么语言的呢 不知道能不能 反正还不错啊这个功能挺好的 嗯 对这个系统蛮蛮喜欢的 这个功能应该是 这台机有的功能吧 还是说 这个系统设个版本就有呢 到时候我升级一下系统看一下 啊 这个开箱就测试到这里 神经文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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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谢谢观看